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天下美食,小吃货带您品评天下最好吃的名店,名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四川火锅,腊而不燥的麻辣鲜香 2.章节1.四川火锅的历史与文化 3.章节2.四川火锅的主要食材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四川火锅,腊而不燥的麻辣鲜香 好的,让我们一起探索四川火锅这一美式奇迹的奥秘 以及它如何在辣的让你眼泪汪汪的同时,还能让你欲罢不能 首先,四川火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但它真正的魅力在于它的调料和独特的食用方式 想象一下,一个滚烫的锅中充满了各种香料和辣椒 散发出令人垂涎三尺的香气 这不仅是一种食物,这简直是一种艺术 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挑战 四川火锅之所以辣而不燥,关键在于它的调料 四川人在这方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他们使用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辣椒 而是一种名为花椒的神奇香料 花椒不仅能带来独特的麻味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中和辣椒的燥热 让人在享受辣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清凉感 而四川火锅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它的肉类和蔬菜 无论是鲜嫩的牛肉片,还是脆爽的金针菇 都能在火锅中找到它们的舞台 这些食材不仅能够吸收汤底中的精华 还能在口感和味道上形成完美的平衡 让人在辣得直呼过瘾的同时 也能品尝到食材本身的鲜美 当然,四川火锅的魅力还在于它的社交属性 一群朋友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旁 边吃边聊,不仅是一种味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 在这样的场合下,辣味不再只是一种味觉刺激 它变成了一种将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最后,我想说的是 四川火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 更因为它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人情味 它不仅是四川人的骄傲 也是中国影视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所以,下次当你面对一锅热腾腾的四川火锅时 不妨深呼吸一下 然后大胆地将食材投入其中 相信我,那一刻 你不仅仅是在品尝食物 你还在体验生活,享受文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张洁一,四川火锅的历史与文化 好的 让我们一起跳进美食的海洋 探索一个让人又爱又怕的美食奇迹 四川火锅 这不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让人流泪 却又欲罢不能的辣味文化 张洁一,四川火锅的历史与文化 起源传说 四川火锅的历史 要追溯到几百年前 当时的四川 可不是现在这样的美食天堂 而是一片寒冷湿润的地方 据说 当时的渔夫们为了抵御寒冷 会在船上生活煮一锅热腾腾的汤 将捕捞上来的鱼 直接丢进去煮 这种原始的火锅 不仅让他们暖身 还解决了一日三餐的大问题 而四川人民的辣椒情节 也在这样的环境下 逐渐发展起来 他们发现 加入辣椒 不仅能增加食物的风味 还能帮助去寒 文化演变 从渔夫的简单主食 到街头巷尾的火锅小店 再到现在遍布全球的火锅连锁 四川火锅经历了漫长的文化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 火锅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更成为了一种聚会的方式 在四川 不管是家庭聚餐 还是朋友聚会 火锅总是首选 大家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旁 边吃边聊 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 更是情感上的交流 辣中带笑 说到四川火锅 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辣 四川人对辣的热爱 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但你知道吗 在这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种哲学 在辣中寻找快乐 四川火锅的辣 让人泪流满面 却又让人欲罢不能 这种在痛苦中寻找快乐的态度 也许正是四川火锅 能够蜂蜜全球的原因之一 结语 四川火锅 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它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情感的表达 它告诉我们 即使生活在艰难 只要有一颗寻找快乐的心 就能在辣中带笑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所以 下次当你 站在四川火锅前 犹豫是否要加那一勺辣椒时 不妨大胆一些 因为你不仅仅是在品尝一种美食 更是在体验一种文化 一种生活态度 好了 关于四川火锅的历史与文化的分享 就到这里 希望下次你在品尝四川火锅时 能有更深的体会 记住 辣中带笑 生活亦如此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章节二 四川火锅的主要食材 好的 让我们一起 跳进四川火锅的热辣世界 探索那些让人垂涎三尺 眼泪汪汪的主要食材 四川火锅不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体验 在这个章节中 我们将揭开四川火锅背后的秘密 一探究竟 首先 我们得谈谈那令人恐惧 又无法抗拒的主角 麻辣牛油底料 这不仅仅是一锅油 它是四川火锅灵魂的载体 是辣的让你瞬间忘记前任的神奇魔法 据说 第一次尝试四川火锅的人 他们的表情变化 能写一部肥皂剧 从期待 惊讶 挑战 泪奔到最后的痴迷 接下来 让我们聊聊那些 勇敢挑进这锅容颜的食材 首当其冲的 当然是牛肉片 薄如馋翼 几乎是跳一跳就能熟 吃起来既能感受到牛肉的鲜美 又能完美融合麻辣的刺激 简直是一种双赢的境界 然后是毛肚 这可是火锅界的网红 毛肚在火锅里煮的时间稍纵即逝 捞起来满满的都是麻辣汤汁 一口下去既有嚼劲又爽口 简直让人停不下来 别忘了那些看似普通 却在火锅中大放异彩的蔬菜们 比如金针菇 白菜 土豆片 它们在火锅中吸满了汤汁 变得异常美味 尤其是那些土豆片 经过麻辣的洗礼 从一个普通的配角 变成了能和主角抢戏的存在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火锅中的甜点 豆腐 是的 你没听错 我说的是甜点 在四川火锅中 豆腐经过长时间的煮制 成为了一种奇妙的存在 它能中和你口中的辣味 给你带来一丝丝的清甜和安慰 四川火锅的世界 是那么的热情与奔放 每一种食材 都有它的故事 每一口火锅 都承载着四川人的热情和坚韧 在这个章节中 我们只是略微触及了表面 真正的四川火锅 还需要你亲自去体验 去感受 所以 下次当你站在那一锅冒着热气 麻辣扑鼻的四川火锅面前时 记得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文化的洗礼 是一次味蕾的冒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章节三 自制四川火锅底料的秘诀 好的 让我们一起 探索这个充满魔力的美食秘诀 自制四川火锅底料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学会如何制作 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以及为什么这个底料能让人欲罢不能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四川火锅底料的制作 本质上是一场对辛辣和麻味的极限挑战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魔法师 面前的 锅是你的魔法炉 辣椒 花椒 姜 蒜 八角 肉桂等等 这些香料和调味品 就是你的魔法药材 你的任务 就是要调配出一锅 能让人热血沸腾 又爱又恨的魔法汤底 秘诀一 选择高质量的原料 就像制作任何美食一样 高质量的原料 是成功的关键 四川火锅底料的灵魂 在于辣椒和花椒 所以选择好的辣椒和花椒 至关重要 记住 不是所有的辣椒 都是生而平等的 四川的辣椒 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辣而不燥 香而有味 而花椒则要选择那种 能让你的舌头舞蹈的类型 秘诀二 火候要恰到好处 在制作过程中 火候的掌握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 精细的化学实验 姜油烧热后 先炒香姜蒜等调味料 再加入辣椒和花椒 这一步非常关键 火太大容易炒糊 火太小则香味提不出来 你需要的是 那种能让香料中的香气 完全释放出来 而不是让它们变成焦炭的火候 秘诀三 耐心是美德 制作火锅底料 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情 它需要时间和耐心 在慢火上慢慢熬制 让所有的香料 和调味品的味道充分融合 这样才能制作出那种 一吃难忘的火锅底料 记住 好东西是急不来的 秘诀四 个性化调味 虽然我们讲了很多标准步骤和原则 但最终的火锅底料 还是要根据个人口味来调整 有的人喜欢更辣一些 有的人可能更偏爱麻味 还有的人可能会加入一些 自己独特的香料 这就像是给你的魔法汤底 加上个人的签名 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最后 当你的火锅底料完成后 别忘了与亲朋好友 分享这份来自四川的魔法 在辣得眼泪汪汪 麻得舌头打击的同时 也别忘了享受这份 来自心底的温暖和快乐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这就是自制四川火锅底料的秘诀 记住 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全新的冒险 每一次品尝都是一次独特的体验 现在 就让我们拿起锅铲 开始我们的魔法之旅吧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不是也爱上了 四川火锅的烂而不燥 麻辣鲜香的味道了呢 还是你有其他的热爱知识 想要与我分享呢 无论如何 我都非常期待 听到你的想法和故事 让我们一起探索美食的世界 分享属于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